Wizview就指出说在需求触顶之后 面板厂的明年低级产能驾动率开始面临到了修正 而面板的供给大于需求的比率会攀升到12% 所以连带的是影响价格恐怕会随之下滑 今年下半年在电视面板强劲需求的带动之下 面板厂平均驾动率攀升到80%以上 不过因为市场出现了超额备货警讯 Wizview指出南韩的面板厂已经率先踩刹车 12月的驾动率调降5% 明年第一季驾动率将下调10%到20% 对台湾和大陆的面板厂也计划将下修5%到10% 借此调节供需稳定面板价格 台湾面板厂第四季同样维持在80%到85%平均产能利用率 目前还在观望市场状况 虽然1月份订单减少 但是2月份工作天数本来就少 再加上适逢农历年节 到时候会是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休假 台湾面板厂预期在明年3月之后市场需求将会明显的回温 Wizview估计整体大尺寸面板出货即减幅度将达到10%到12% 平板因为品牌厂调整库存面板出货摔退幅度更是高达20% 市场需求减弱面板供给适时弹性调整驾动率 有助于维持市场库存的健康水位 另外受到明年第一季基本面恐怕不如预期的负面冲击 面板双虎昨天带量重挫 不过三大法人昨天还是持续买超齐美店3852张 至于友达法人则全数站在卖方 续卖1.45万张 值得注意的是齐美店昨天股价下杀到跌厅板15.55元锁死 却出现了3.43万张巨额交易引发市场关注 由于属于配对交易 投资专家认为应该是外资转账的缘故 未来能否再现第二波的嘎工行情 将会是第四季能否转亏为盈 以及GDR拍板的速度而定 东彩新闻综合报导